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1974年上映的恐怖老片《古镜幽魂》 彼时的林青霞还只有20岁 第一次出演电影中的女主角 故事源于荒宅里的一口古镜 这里面有着很神经的魔力 逼亚头想要打点水喝 会不知不觉的意识出现模糊 两眼一黑便栽进去成为牺牲品 前一段时间陈中共的母亲身婚中病卧床不起 为了让老人康复起来 他做了很多事情 又是市周又是放生 甚至还许下哄愿 或许是上天看到了他的孝心 母亲竟然一点点的豪转过来 他立刻来到中南山的山顶寺庙 向这里的老和尚请教魂愿之法 老和尚让他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 摘见沐浴焚香 乌尽女色 抄写一百遍的经文 林雅还送给他一串佛珠 说是可以摆些不亲 家里面的仆人帮他找到一座荒宅 附近没有其他人家 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安静 老佣人有些担心 他听说这里不太干净 后院的那口古井 凋进去跟好几个人 不管是生是死 都没有再逃出来 可是陈中共却丝毫没有在意 他现在只想安安静静的抄金还愿 只不荒宅飞机太久 需要找人修补 要不然也没有办法在这住人 干活的工人们最快要明天才来 而陈中共却打算直接留下 不再来回折腾 仆人们拗不过他 只能简单的打扫一下 小树松提着水桶来到井边 看到水中的倒影之后 竟然意识出现模糊 把水桶往地上一丢 探着身子想要看得清楚一点 仿佛那里面有着工人神波的好东西 关键时刻 陈中共察觉不对 急匆匆的跑过来 一把将他拽离井边 直到此时 书总在彻底清醒 他大喊大叫的逃出后院 陈中共不解的看了看古井 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睡在荒宅的第一天晚上 他又听到黎珍珍奇怪的声响 就好像有人在不停的打水一样 想起老婆人的警告 陈中共也不由的有些心慌 他小心翼翼的走到井边 寻着声音看去 水桶正在撞击井壁 这一切都是瓜分引起来的误会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 鬼妹只是单纯的心理恐惧 但没想到 这里很快就发生了令人惋惜的悲剧 天亮后来了好几个修补房子的工人 由于工资量太大 不能一天文工 他们也需要胆时住在荒宅 其中的一名工人 年纪和树同差不太多 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谈得来 看到少爷陈中共 在房间里焚香超精 有些不太理解 好好的 为什么要跑到这种偏僻的地方 树同简单的说了一遍原由 这一切都是老和尚的意思 只有新城才能还愿 见有工人去后院打水 他又提到了奇怪的古井 上一次就迷迷糊糊的差点掉进去 感觉水面上的倒影不是自己 而是一个陌生的少女 这时候不远中传来一声惨叫 打水的工人已经栽进井中 可同伴们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尸体 就只捞出一只他的鞋子 陈中共重金奖励 希望他们能下领搜寻 但是没有哪个人愿意摊这便宜 这件事太诡异了 书童已经吓得不敢再住 劝说少爷回家 陈中共看了看桌子上的经书 还是决定要留在这里 他不能半途而废 生平未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鼓敲门 第二天晚上 不大有狂风怒吹的水桶撞击 只有一声声野兽般的低吼 总请下船来 陈中共又再次探头看去 波光淋淋的水面上 出现了少女的身影 她微笑着挥了挥手 一点点的迷惑心智 陈中共不由自主的弯下腰 想要看得更清楚一点 身体中心开始倾斜 在即将坠落的一瞬间 双脚踢住水桶 巨大的声响让她猛然清醒 刚才非常危险 差一点就成了新的受害者 可紧接着她遇到美人计 当应在水面上的那个少女 主动现身 说夜黑风高 一个人难免寂寞 可以让她陪在左右 但是陈中共一直坚定 不为女色所动 让少女赶快离开 不要在这儿惹不痛快 少女还想追上去再说点什么 却发现陈中共已经拿起佛珠 邪罪不敢轻易靠近 天亮后 老婆人和小树童 早早的来到荒宅 劝少爷回家去住 怕她依然留在这里 会发生危险 陈中共没有说明 昨晚的恐怖遭遇 她还是之前的那个态度 不超完一百遍经书 绝对不会离开 但是景中少女 已经打定主意 要和她发生一些故事 经济迷惑不行 美人计也不行 那就投契所好 暂时才华 琴声悠扬 在披荆的荒宅中 显得格外应景 这一次 陈中共不再抗拒 主动的与少女攀谈起来 少女承认自己是鬼 名为素素 生在唐朝 父亲为当朝宰相 赶上安禄山造反 被追兵逼得投警自杀 但没想到 景里躲了一头毒炉 魂魄无法离开 被强迫着 用鬼术开始害人 陈中共为人正直 她不想再继续下去 所以才主动现身 说明情况 这时候 天空响起一道炸雷 素素被吓得浑身颤抖 毒龙开始发怒 一人一鬼 立刻躲进房间 素素想留下来 不再返回古井 她已经受够了 被毒龙压迫的日子 陈中共一时心软 便答应下来 白天由小春风 打扫房间 洗击做饭 晚上用女鬼香杯 烧茶盐沫 小日子过得倒也舒适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 她已经彻底的卸下防备 从没想过女鬼会有其他目的 故事是真的 素素没有说谎 可是她也不敢轻易的违抗毒龙 等到陈中共睡着之后 悄悄的凑到跟前 想要把人勒死 但陈中共睡觉很轻 及时的醒了过来 暗杀只能中断 看着她的笑容 心中不免有些悔恨 也许真的应该收心收手 这天傍晚突然下起大雨 因为荒宅的窗户没有关上 雨水被吹进来 淋湿了超级好的经文 为了快点晾干 陈中共把经文拳头展开 贴在了窗户上面 却没想到这个意外之举 会阴差阳错的就自己一命 见女鬼迟迟没有动手 毒龙便决定亲自出击 夜伤后狂风大作 电神雷鸣 时不时的出现一声嘀吼 整栋房子都轻微的颤动起来 陈中共粘动着手里面的佛珠 低声念送经文 等到风平浪静 才听见素素敲门 他浑身失伤的倒在地上 毒龙没有成功侵入 把火器撒在了他的身上 之所以会演习息骨 是因为屋子里的这些经文 上面沾染佛器可以抵御凶煞 短时间内不会再继续出现 过几天是龙神聚会的日子 他要出门半月左右 是解救素素的最佳时机 警示已经干涸 进入下面会看到一件物品 只要拿上来就行 若真能拖难 愿意侍奉少爷一生 陈中共不加思索的答应下来 天亮后让小树东在外面拽着警生 他坐在水桶里面 一点点滑了下去 底部有一条长长的隧道 走到最深处 看到一个现在泥里的木箱 这就是素素提到过的公邀物品 箱子里是一面看自普通的铜镜 天一黑 他就突然发出亮光 女鬼素素缓缓的走了出来 他终于脱离古海 不再受毒龙压迫 铜镜是上古神物 已经诞生了镜中之灵 后来素素意外的收藏在家 头颈是怀里抱着镜子 魂没与镜灵好而为一 他既是鬼也是镜 因为铜镜被毒龙掌控 他会惨到奴役 不停的害人性命 镜子脱离古井 就等于恢复了自由之身 他会踏踏实实的留下来 吕星诺言俯视少爷 就算白天也是一样 他不像普通鬼魂似的惧怕阳光 有人来了可以随时躲进铜镜 那是他的本体 一人一鬼相处的愈发和谐 甚至还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只不过素素比较调皮 有稍微故意的恶搞疏童 把他吓得大喊大叫 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来荒宅送饭 老婆人顶替了他的工作 不经意间也会看到这个陌生的少女 只是一直没有面对面的抓到 少爷陈中公每次都说他老眼昏花出现幻觉 把老婆人搞得迷迷糊糊不知真假 陈中公变得越来越大胆 他素素无聊 竟主动的带他上街 这一次老婆人看个清清楚楚 少女肯定是荒宅里的女鬼 担心少爷会有危险 他叫过来了家里面的老太太 一人一鬼被堵个正着 事宜至此 他们只能实话实说 却没想到老太太为人开明 原谅了素素的所作所为 答应他可以留下来陪伴儿子 有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 陈中公彻底的卸下访备 没有记着抄写经书 反倒和素素一起开始游山玩水 每一天都过得开心快活 意外的走过中南山的山脚 陈中公便想着去拜访一下老和尚 让对方看一看 他和素素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一次老和尚连眼皮都没有抬起 缓缓的摇了摇头 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下山时 遇到了一个正在路边卖茶的女人 陈中公刚想喝进口中 就被素素打翻在地 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被拽着向远柱跑去 原来这女人是独中所变 她仍然没有善罢甘休 时时刻刻的都想杀人 回到荒宅 素素让陈中公把经文全部贴满 独龙已经回到古井 只有经文上的佛法 才能抵挡得住他的攻击 可是这段时间 他们四处又玩很久没有抄斜 贴到屋顶的时候 只能空缺一块 再想继续抄斜 已经没有时间 天一黑就狂风大作 电闪雷鸣 独龙恢复真身 开始一下下了装机荒宅 尤其是那块空缺的地方 只有这里防御薄弱 一切都是定处 如果他们没有贪处享乐 肯定能挡出攻击 这也是为什么 老和尚没有说话的原因 陈中公破戒了 他进了女色 为了保护爱人 苏苏决定以此相拼 镜子里发生出一道闪电式的白光 独龙被打的瞬间消失 而苏苏再也不会出现 本体通镜已经碎成几块 陈中公伤心的离开荒宅 一切都仿佛净花水月 既真实又虚幻 电影倒可结束